此时此刻我正坐在这里 好像我是很安稳地坐在这里 我对我坐在这里的这张椅子 我是有一种信任感的 我之所以坐在这张椅子上了 我是相信这个椅子此时此刻 它是不会塌掉的 我是不会摔在地上的 我对这个世界的确定性 我是有某种信任的 同时在这时候我的面前 摆了一杯咖啡 然后我拿着这个杯子 然后我喝这个咖啡 我是相信我是能够喝到这个咖啡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喝一口 这是无比真实和确定的 然后我手中现在还有一支笔 那么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一个存在 总是有某种怀疑的 尽管我刚才给大家成熟了很多貌似确定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在怀疑此时此刻 我是不是在梦中 对吧 我的对面是我的小伙伴 他正在为我录像 这个家伙是不是真实的 我看到他是个男的 但是他是不是你的 我不知道 我在怀疑一切 这种怀疑是笛卡尔式的怀疑 就是我不知道我此时此刻 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会确认 我如何去把握这个世界是客观真实的 那么有一种否定这个世界是客观真实的方式 就是在于一种真理的相对主义 因为我们在承认这个世界是确实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预设 这个预设就是什么呢 世界的真实存在本身 恰好是超越每个人的一种主观的视角 每个人的一种不同的一种看待的方式的 也就是说真理它不是相对的 它是绝对的 人会生生不息 每个人之一它的有限性 它的感官也完全是可靠的 因此呢 每个人所看到的东西 它如果是不一样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世界本身是虚幻的 那这是一种挑战世界的真实性的方式 就认为如果这个 没有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真理 而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就证明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 那就证明我们是活在梦中 或者是就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无的 是空的一个东西 我想到了一些心理学的群体 他们经常会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就说了 比如说在我们面前呢 有一只笔 那么这只笔呢 可能每个人看待这只笔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说人与动物 比如说我眼中的这只笔 和我们现在的这只猫眼中的这只笔 或者狗眼中的这只笔 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完全不一样 同样即使是人 人眼中的这只笔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学者 我眼中的这只笔 肯定是觉得这只笔是可以用来什么呢 用来写作的 用来看书做阅读笔记的 用来勾画的 这只笔它的用场是它作为一只笔而存在的 这是我眼中的笔 可是 如果是一个原始部落的人 他没有一种书写的 没有一种文字系统 他还停留在口述的一个传统当中 这只笔突然掉在了这个原始部落里面 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可能把这只笔捡起来 他会莫名其妙 他会不知道这只笔是什么 怎么回事 他眼中的笔 当然与我们眼中的笔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这个原始部落的人的眼中 这只笔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天上掉下来的怪物 或者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神灵启示 是一个神迹启示的一种象征 是一个征兆 这个部落到底有福有获的征兆 或者说它可以把这只笔拿来什么 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 作为一个小木棒 它可以戳某种东西 但是唯一的是 它不可能想象为 这只笔既然是一个书写工具 这是超过它的一种生活世界的想象的 那我刚才这个描述 我觉得是 对这只笔的描述 应该说这个故事的原型本身是非常的精彩的 它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但是很遗憾 我听说有一种描述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猫眼中的笔 狗眼中的笔 人眼中的笔 不同的身份 不同时代的人的眼中的笔 都是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说 就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为什么呢 世界是空的 因为每个人眼中的笔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没有普遍的统一的意志 独立的 客观的真实的笔存在 就证明这只笔是空性 是吧 或者就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是吧 你怎么去反驳这个观点 如果说不同的人眼中的笔就是不一样的 就证明这只笔是空的 那我就要请问 认为这只笔是空的人 我希望他拿出他自己包里面的一只金笔 这个金笔是有一个他的一个朋友送给他的 这只笔 这金笔值几百块钱 然后呢 他是把这只笔 珍藏在他这里 然后他在今天这个课堂上 他把这只笔拿出来做一个比方 你看你们每个人看到的笔不一样吧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的笔不一样 比如说 对你们来说 这只笔是书写的工具 但对我来说 这只笔就是什么 有情的象征 爱情的象征 它是一个信物 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来说 这只笔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工具 一个去刺杀东西的工具 但对于这个猫来说 这只笔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它游戏的工具 它可以去让这只笔去刨它 让它动起来 因此难道证明这只笔就是空的吗 你怎么去反驳这个人 我觉得最简洁的反驳这个方式 当你说这只笔是空的 我就把它这只笔就拿来 然后给它甩 甩到了别的地方去 甩到了楼下 你不是说这只笔是空的吗 那么我就把你这只非常真爱的笔 我就给你甩掉了 它不过是垃圾而已 那我想这个认为这只笔是空的人 一定是受不了 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 我的财产 我的最珍贵的一个信物 你就给我扔掉了 那你认为它是空的 因此我正面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没办法去确定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我们想要确定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虚无 想要证明我们真的是活在虚无当中 活在梦当中 这种难度细数是大大的超过了 我们去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难度更大 就是你要证明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和空的这个难度 是大大的超过了你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么一种难度 因此我们还不如就假定这个世界本身是无比真实的 我恰好想要说明的是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眼中的比是不一样的 这种不一样本身就证明了这个世界不是空的 因为如果你要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是虚无的 我们知道彻底的空和虚无就是证明什么 万物都是彻底的平等的 万物的彻底的平等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万物都归零 万物都是零 这就是彻底以上的平等 它就没有差别 我说佛教经常讲叫做无差别的一种心思 就是你以一种空性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它又有它的道理 就是说这支笔的存在是依赖于一种条件的 不同的人它生活的一种环境条件不一样 所以就证明了它看到的这支笔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支笔不过是一种条件的聚合 就是一种远起的一部分 这个解释当然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这种合理性呢 我想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层面的合理性 它并不能真正的证明这支笔真的就是空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感觉真的是如此令人怀疑 比如说我这时候手里握着了一支笔 但是呢也许我握着的并不是一支笔 可能是一个木棍 或者是一条冻僵的蛇 或者一个别的东西 但是我以为我握住的是一支笔 那就我对这支笔的感觉本身 也许我的感觉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错误的感觉也是感觉 不管我握住的东西是当做一支笔 当做一个棍子 当做一条冻僵的蛇 或者当做一个冰棒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我总是感觉到了某种东西 我总是感觉到了某种东西 也证明这个东西总是存在的 我才能握住它 所以每个人的感觉的这种不一样性 这种差别性 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证明 这个世界是虚无的 它恰好证明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空的 这就是一种差异性的证明 我们的一种差异证明了世界的存在 其实这种一种差异的一种体验 也证明了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一种意义和价值 我们活在世界上如果万物都是空的 万物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今天做的这些斗争和努力 我写了那么多的著作 去证明一切是空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记得我有一期讲三言两语 我曾经讲过 哲学是属于以人为中心的 哲学就是要讲人类中心主义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哲学就是要证明人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的所有的哲学研究是证明一切都是空的 你这个哲学就是反哲学的 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文本 它写到汗流冲动的成千上万的字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如果你非要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你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的话来证明 你这些话不都是废话吗 你何苦呢 如果你要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你就一句话都不要说 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要保持沉默 你就别说吧 别说就是最好的空的一种表法 但是既然你已经用卷制好凡的这些文字 想证明这个世界是空的 你的这种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是空的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给我们一点确定 人生尽管是短暂的 但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当中 我们仍然有某种确定性的余地 我们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确定性和差异性 能够有可能实现自己应该实现的独特性的价值 这是我真正的一个落脚点 所以大家还是相信这个世界 它并不是完全空的 因此我们才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们才会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一种人生观和人生的态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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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